大家好,歡迎來到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有些東西你日日用,天天吃,常常飲都沒問題 不過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失常地用多了 是可以隨時拿你命的 到底是什麼? 那你又不用那麼害怕,其中一樣我肯定你今天已經用過了 不是開玩笑,喝水是會死的 如果你一次過喝6公升水,是可能會導致老細胞腫脹 甚至會出現頭痛、昏迷、癲癫、水中毒等等這些症狀 嚴重一點來說,真的會死的 你是不是很喜歡喝咖啡呢? 不是開玩笑,喝咖啡一樣會死的 如果你一次過喝70杯咖啡,就真的會死 70杯咖啡裡面的咖啡喝含量 是可以輕鬆地殺死一名體重大約68kg的成年人 吃朱古力又會死的 吃朱古力又會死的 有一次過吃85條朱古力 裡面的可可鹼就能夠致人死亡了 可可鹼是什麼? 可可鹼是一種興奮劑 能興奮中樞神經,鬆弛肌肉 你又很喜歡吃生果? 你有所不知了 其實吃車離子是會死的 因為車離子裡面有少量氫化物 如果你一次過吃兩大桶 你的細胞就沒辦法再吸收氧氣了 吃得清淡絕對有益 如果你一次過吃48匙根調味料落土 就可能會引發癲癲、昏迷、甚至死 服用過量也可能引發高納血病 導致腦細胞萎縮 喝酒是不只會醉這麼簡單 是會死的 當然啦 要一次過喝了大概13杯short的份量 就會死了 酒精裡面的降型血劑能夠麻痺大佬 令大佬控制基本生活的必需機能 作出部分的關閉 口服水銀想要毒死一個人 其實是一件很難的事 不過如果直接入血就死了 所以以前不讓小朋友用水銀炭滅針 就是怕他們不小心咬爛了 玻璃入了腸圍 那就麻煩了 因為如果不小心 直接吸收到200毫克的水銀 就能夠致死了 在荷蘭加拿大美國某些地方吸食大麻是合法的 但如果15分鐘之內吸食680kg的大麻就會死了 不過這個只不過是理論 因為到現在還未有吸食大麻致死的案例 應該都沒什麼人可以在15分鐘之內吃這麼多吧 聽音樂也可以死 150分貝的音樂就會導致耳膜破裂185-200分貝就會死 原來武俠小說裡的音波功是真的 震傷五臟六虎不是不可能 欲窮千里木更上一層樓? 不要爬那麼高啊 因為爬得高過海拔8000公尺 又會死了 那裏空氣稀薄身體是沒辦法適應的 是你呀 去我們頻道主頁那裏看看吧 裏面應該還有很多影片你沒看過的 今天一定有運行 如果你按讚、按分享、按訂閱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